設立基金協助舊村重建 大家好,我是公屋聯會的地區幹事馮澤森 今天我們繼續關注我們舊村重建的跟進工作 如果有跟進,公屋聯會和Sam的工作都知道 我們對於舊村重建,即香港公屋的舊村重建 一直都有跟進的關注 包括尼姆樹村和和樂村一種跟進的工作 今天我們最深刻就來到行政總部的外面 進行一個請願 因為包括未來的施政局財政宣案也即將發表 我們就住舊村重建 亦希望政府在財政宣案能夠涉及關於舊村重建的措施 最新希望政府可以設立一個有關舊村重建的基金 去協助防委會和防疫的舊村重建的工作 因為2013年之後,香港大約有20多項村成為研究 或者是重建村的行業之一 但過了7年,到現在只有2至3個村進行 或者有計劃的做 另外還有十幾條其實是完全沒有計劃的 包括尼姆樹村的舊屋村是完全沒有計劃的 我們其實早前對於和樂村和尼姆樹村 我們都有一些跟進的工作 有一些初步的計劃 也有跟防委會、陳凡局長和蘇姆副局長都有反映過 這次我們希望政府除了在尼姆樹村或是和樂村 但對於其他屋村是因為沒有計劃的 我們希望政府真的可以設立一個基金 去進行這些計劃 去為這些屋村去研究 初步會不會有什麼計劃 例如附近有沒有土地合適去做 如果在這些研究發覺有些真的有潛力 可以盡快做到 包括可能是尼姆樹村、和樂村 這些可以盡快進行重建的前側屋村 就可以盡重建 因為這些重建都可以做出擦場鬆綁的作用 對於公屋的輪候 或者加快公屋的輪候 或者公屋的供應是一個很重要 即是有一個很特別的機會 所以我們在今次希望政府在財政預算案裡面 可以就著舊村重建有更大的措施 例如包括設立一個 基金協助研究舊村重建工作 多謝大家